比如说 这样子 这四点 那么这样子以后 这个鸟子这边 按照繁体写 这个地方还有四点 这个四点 跟这个四点 在组合成一个字的时候 那么就是八个点了 这八个点当中 组在一个字当中 排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作为边旁的 左边是边旁 右边是这个组合 所以说 这八个点放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弄得不好以后 这个字就不好看了 就是说每一个点呢 都要达到非常到位 笔画 一定要把它写得很到位的 现在下 那么这样子 而且要有区别 那这个字就比较好看 那比如说再一个 就是这个 左边一个 右边呢 还有一个 这个 左边一个车子 是左边旁 右边还有一个车子 所以两个车子 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叫 转集排列 这个排列的时候 一定要有数 这个每一个笔画 组合的时候 既要区别 在不同的地方 也有相同的地方 那个相同的地方 你看比如说这个 这个点和这个点 这个点和这个点 不一样 这个数和这个数 这个数和这个数 那么两个都是相同的字 那么你怎么就排列好就好 就比较漂亮呢 是不是 那一定要按照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说两边的距离 这个是作为一个边盘 偏盘 那么这边是作为一个组合 那两个排列的时候 这个所以说的比划 有长有短 有粗有细 这个排列的写来以后 这个字 那比较好看 那两个都写的一样的 那就不行了 再比如说 你看这个 这是左边一个 这是斗针的斗针 这个地方 这两边就是这个 老早的这个 里面呢 好 这个组合一个字 这个字 应该说也比较复杂 这个不重要 最关键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 两个网子在一起 它是分开的 它不是一个门子 它是一个斗针的斗子的这个组合 两边都是分开的 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两个网子放在一起 那么它就有所区别 如果你把它写的一样的 就不行了 这是还有 你像这个 那 你看这个字也是 两个公子 上面这个竹子 这个 它两面这个 这个一样 一个是左边 一个右边 中间一个米 一个米子 那么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是两个公子 都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部分 局部来讲 它呢 两个 在左边的和右边呢 它是写的不一样的 不一样以后 就是区别 还有组合 作为一个局部 再组合一个格子 组成一个部分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相同的 这个 组合在一起 那么要是 采取不同的方式 来继续组合 继续排列 这个总的来讲 这样 像这种类型的字 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 大家组合的时候 那么按照这种办法 来把它组合好 那这个字就好看了 这一课就像这样 我没有评论 没评论 呢 目不显